天南地北谈华语 昨天几个亲戚来我们家做客 吃过晚饭后突然来了兴致要唱K 小孩第二天不用上学吗?去唱K? 不用出门,我家刚买了一套唱K器材 可以点歌,可以调音调,麦克风和音箱当然也有啦 当心邻居投诉你 你放心,只要不要唱得太晚,没事的 我们昨晚唱到十点就结束了 我看啊,突然来兴致的人是你吧 借机一盏歌喉,迎掌声 哎呀,寻众要求 还真是一首接一首,像开演唱会似的 其中有一首歌,我还唱了两遍 哪一首? 家后 闽南语歌 第二遍还是我家婆点的,指名要我唱 说我唱出了那首歌的韵味 只要有人赞你,你就飞上天了 还有一首是每次开机必唱的歌 蔡琴的《赞琴的读你》 唱来听听 读你前边也不厌倦 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浪漫的季节 最忍的诗篇 好 掌声是必须的 我就说嘛,逢唱必赞 不只唱得好,还唱对了 唱对了?调子吗? 当然对了,我怎么可能走音 歌词也对了 这首歌当初可红了 歌词不用看我也能背 当然能唱对了 我应该说,歌词的发音也对了 发音?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读你的感觉像三月 浪漫的季节 醉人的诗篇 哦,你是指一遍两遍的遍和诗篇的篇 这两个都有偏旁扁 一遍两遍的遍 也是遍地开花的遍 我常听人家说遍地开花或是普遍 这样读是不对的 带走之旁的得读遍 第四声 而且生母是不送气的双唇音生母 波 所以正确的读音是遍地开花 遍地黄金 普遍 一遍又一遍 想当初我在我家乡 每逢佳节 我可是唱遍各大商场 小小年纪就已经用歌喉挣钱了 读你是其中一首 曲目可多了 这首确实也表演过 我记得那时还有记者采访我 写了一篇文章 报道我八岁就开始登台表演 还因此跑遍了整个州呢 厉害了 带走之旁的读遍 带竹字头的读篇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